鳳凰寶珠的解密之旅, 藏地魔國的終極傳奇, 鬼吹燈第四步, 噴雷實攻,正在開門。 雨落得很大, 我和Shirley 兩個人都被雨水徹底的濕透, 但是剛剛經歷完洪水, 以及地底溶岩互相交織的煎熬之後, 這些雨點顯得令人感覺到那麼清新, 那麼香甜。 就在這個雨夜之下, 我忽然間感覺到原來這片土地的泥土 原來是那麼香甜, 你的夜空, 竟然原來都是那麼美的。 Shirley, 我... 其實呢, 我... 怎麼了? 剛才, 你在下面的時候, 叫得很大聲, 很怒吵。 為什麼? 現在忽然間說話, 好像女孩子一樣扭扭扭扭扭。 不是, 或者覺得... 我... 喂, 不要我我我了, 我現在想問你一句話, 你跟我去美國吧, 好不好? 好, 呃... 這個... 我... 突然之間, 我就暗默了, 雖然在大黑天激雷山, 那個頭像頂部的時候, 我曾經也跟Shirley表白過, 我自己內心對她的感覺, 我... 我當她說清楚, 我已經被她招安了, 我很想跟她, 在另一片土地上生活, 只但是, 那個生死關頭, 而且明知, 我們似乎已經沒有什麼時間, 只能夠拿著最後的機會, 講出自己內心, 最想講的話, 但是現在, 當我們有機會冷靜下來的時候, 我不敢在想, 去美國, 我... 我真的很想去嗎? 或者, 我應該去嗎? 以前Shirley也跟我提過幾次, 但是我始終都沒有答應她, 因為那時候, 我們每天都幾乎在生死難了的邊緣, 好像整天都過世界末日一樣, 不過, 現在不同了, 原本, 那個折磨著我們的鬼眼病, 現在終於被我們爭脫出來, 不用再去受這個詛咒, 我... 我是不是都應該, 給個答覆她呢? 其實, 我在心裡問過自己很多次, 我去不去美國好, 我應不應該去美國, 去, 當然想去啦, 不是美國有多好, 而是, 我已經越來越覺得, 我和Shirley是不可以分開的了, 但是... 但是, 如果過到美國, 我可以怎樣呢? 現在我和肥仔船兩個人, 簡直窮到一窮二百, 就算翻上賭籠, 都看不到幾分錢, 那去到那邊... 我們做什麼好呢? 我那些犧牲了的戰友, 他們的老家, 都是那些邊遠窮困的地方, 那他們以後, 家人的生活, 又有誰來照顧呢? 當然啦, 我很清楚, 只要我一開聲, Shirley就會毫不猶豫地, 幫我解決你們經濟上很多的難題, 但是, 這個是我想要的結果嗎? 這個是我願意接受的結果嗎? 我胡八爺雖然窮, 不過智力更生, 靠自己, 這個是我的底線和原則, 我做事, 一向以為, 說一就做, 說做就做, 很少的猶豫不決, 但是... 但是現在, 我真的要反覆地考慮, Shirley, 我... 我... 我明白的, 這些有關你的人生大事, 你應該好好想想的, 不過我希望, 回到北京之後, 你可以... 我知道, 到時候, 我一定會有個答覆的。 唉, 去美國, 那我研究了半世的風水, 豈不是, 再沒有用武之地? 以前, 我一直都有個心願, 日到個大豆, 發了一筆橫彩, 如果不是, 你和摩金教委的沉隆缺, 還有什麼價值? 不過說話又說回頭, 摩金道斗, 你以為這麼容易嗎? 這麼久以來, 那些龍流寶殿, 我們已經進去不少了, 但是, 又摸到什麼, 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回來, 唉, 說得不好聽一點, 現在, 是出國演, 只要能夠出國, 好多人, 幾乎都好像要削尖個頭那樣, 就算是第三世界的國家, 都好多人要爭著出去, 對了, 我看, 反正, 我們都是出去再說了, 喂, 胡思靈, 為什麼滿懷心事這樣? 飛仔船, 你說, 我們現在, 應該繼續去杜斗摩金嗎? 以為出國, 去美國那裏, 過另一種生活嗎? 喂, 我說你, 真是認了那句話, 正所謂, 有義勝時, 有沒有? 喂, 我還記得, 沒多久之前, 你還說過, 要賭回大豆, 這個是你平身的目標, 以及理想, 那些說話, 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 不了了這個心卷, 這樣就, 外那邊, 捱世界, 洗碗洗碟, 好似, 好像, 不是很適合數, 我看, 還是應該找適合機會, 我們再, 嘿, 嘿, 你們兩個, 現在, 又想出一個什麼的機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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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出來了, 你們兩個, 絕對不是似中烏, 海味由從崑崙山, 捐出去, 照悠悠大枝花, 大動作, 哎呀, 肥仔, 哥哥, 嘿嘿嘿, 哎呀, 八二流的, 喂, 你們這次, 一定有預買我, 又多少錢, 又什麼物質裝備, 現在是沒問題, 雖然這次, 我們就賠得清清光光, 但是, 正所謂, 有道就未委輸, 我相信你們兩位, 精重無禁較威的實力, 我們一定可以狠狠地, 撈飯以打罷的, 喂, 平叔, 你暫戀過病好不好? 看不見嗎? 這裏有三個偉大的魔金教委, 而且正排的, 我們正在想我們的未來, 你現在在搞搞陣, 那算怎麼樣? 唉, 我說八二流的, 你都知道, 我這次, 簡直就是精重的, 裴寮夫人, 又自兵, 所以, 如果, 又可以任何反身, 可以撈錢的機會, 你又怎麼可能不於我呢? 我知道, 你老爹是做大師的人, 不過, 所謂二哥校圈的三哥幫, 除了肥仔在仰小姐以外, 我也可以幫點小猛的, 我這裏, 有一個很有價值的情報, 你要不要知道? 那, 新疆哈密王, 他的幕, 你們有沒有聽過? 聽說, 這個哈密王, 古墓裏品, 有一件寶貝, 是一套黃金金書啊, 這本金書, 每一頁都是經紀做的, 裡面, 還相滿了各種寶石, 嘿嘿, 這本金書啊, 還有一個非常神妙的地方, 聽說呢, 如果啊, 你那一支, 已經枯微的鮮花之處, 都一行精穩, 這朵鮮花, 就算枯微了, 也可以重生, 都兩行呢, 就可而, 喂, 你們說什麼? 哦, 哦, 沒事, 明叔, 在這裡亂說二十四而已嘛, 在激雷山的神像頭頂, 你親口跟我說過, 說以後, 不會再倒斗摩金的了, 想跟我一起去美港, 但你現在出來又多久啊? 你, 你又反口不認嫂? 不是, Shirley, 其實呢, 我哪有反口不認嫂? 我在想的時候, 明叔啊, 他自己踩進來, 他跟我說這些, 算了, 我不生你, 我也很理解你現在的心情, 反正還有很久才回到去, 不過, 回到北京之後, 你再給我答覆吧, 我希望, 我以前勸過你的話, 不會白說, 到時候, 我希望我們, 都有一個最終的結果了, 哎, Shirley, Shirley, 哎呀, 好心你啦, 八爺仔, 吐了啦, 要不要追上去啊? 唉, 算了, 肥仔算了, 你說, 我們為什麼要去杜斗呢? 除了需要錢, 你說, 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呃, 杜斗, 那當然是因為, 除了杜斗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 是不是? 什麼都不懂啊? 什麼? 什麼都不懂? 難道, 難道, 我胡八一, 三國賓, 研究了風水, 但是居然, 居然到頭來, 我都真的, 除了做這些, 這麼不見得多的事情之外, 那, 那你真的可以無所作為? 去到美國, 我真的只能夠過了那些, 靠人家接濟, 靠人家照顧的生活, 這些生活, 真是我想過的嗎? 由於大家都有死裡逃生的這段經歷, 所以當晚, 很快, 眾人人已經睡得很難, 但是, 長年的部隊生活, 使我這麼多年來, 雖然在睡覺的時候, 依然都還可以保持著相當高的警惕, 睡著睡著, 在外面的雨聲停止的時候, 我發現, 聽到有個人, 輕手輕腳地, 向外面走出去, 誰呢? 我不動聲聲地, 微微睹大了一隻眼, 來的時候, 火堆已經關了一半, 在火堆邊, 有個人影, 只是鬼鬼祟祟祟的, 在這個人身上拿出這支電筒, 直接在那個人身上拿起來了衣服, 在他偷我的裝備, 誰呢? 我正在靠近貨隊, 仔細地一 zast 看。 然哲也哩, 這個是ćват名叔, 這個時候, 它手裡, 只握著我的背囊, 里面装着一些我们吃剩的肉 还有几套冲锋芯 光电池一旅的字 看来 他是想撩枝大吉 要在这个深山走出去 最低限度 都要拿回这些东西 好 我护着他 正是轻手轻脚 以为人不知 鬼不觉地向外走过去的时候 发言之间一条条的身 明叔 干什么 干什么 我问你要做什么才对 不要说你现在半夜起床 拖夜了 拖夜了 需要什么背包 需要那么多东西 明叔 走路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让我护送你一程也好 这个 这个 哎呀 闹夫自帖 沧海一宿 怎敢扭反 你这个摩禁家卫大人来送我 哎呀 那又不跟这种说法呀 明叔你是前辈来的哦 我怎么能够不送你呢 究竟想去哪里啊 哎呀 这件事 这件事真是依然难见哦 老师说呀 我先爱的女人事咯 我的包标事咯 今天这些早时一生 终于在地底里做出来 我真是觉得呀 人生就好像发了一场梦 想翻以前我做的事 又痛苦又短暂又做了好多的错事呀 这一次能够执翻条命 哎 我没得看法晒 什么都看开了 我有个打算啊 想去庙里面 做个拉玛 堵堵经 拜拜佛 就这样过完我的一生咯 顺便我还可以 忏悔一下我以前犯的罪 只不过呢 我怕阿香伤心啊 也不想让她难过 于是呢 我才想出你这个办法 想不像叶比 我想啊 有你胡闹点 又说你再 一定可以令到阿香这个孩子 有个孝贵叔的 你们呢 就不要非先来管我咯 你就因我吹风而出吧 哎呀 你这个老狐狸呀 啊 真的不找他做戏 就认真浪败了 这些这样的谈话 你居然可以作得这么似 层层层的 好彩 我一早就知道 明叔的那些东西了 所以 他的这样的说话 肯定骗我不了了 这条小子 看见我似乎想答应Shirley 要去美国 十有八九 就不会再去杜斗摸金 他见到横店 都没什么游水了 于是就想着 今时不脱汗 想撩枝大吉了 这条小子以为我不记得 想着现在 床骨抠 只剩下一条路 走出去 就不是这么艰难的 就想走老赖嫂 他还欠我整屋股碗肉气的 那时候他说过 只要我和肥仔船 将他带到去 找到冰川水晶丝 就要将整屋的股碗 包迷那件 杨贵妃含在口里面的润蛹 都给了我 现在想着撩枝大吉 就不算数 别使你 明叔 出家人 反正是四大街空 那你不要空得这么急 我和你在北京的时候 已经约定好了 你现在家里面 整屋的股碗肉气 包迈那件润蛹的 全部都是我的了 有什么事呢 回到北京 计清了条数再说 搞定了之后 你想做道士也好 做喇嘛也好 和我都没什么关系 不过在那个之前 我和你呢 就一定要好像唐翅斗那样 你别洗智就得了 这个 你这个 是客拉米尔山口 汇合了原来留在这里的无偶 和我们原来留下那几个脚肤之后 一行人 终于可以 骑上无偶杯 翻到我们留下铁棒拉玛的 那个西村古草场 向生天保佑 你们终于回来了 老衲夜观天象 虽然魔魂最合 但是最后 紫光冲天 还遇上日天的阴迷吹散 老衲都估计 你们这几位年轻人 终于大功高成 而且 应该和那些藏地 積了一件大任德 哈哈哈哈 怎么样 八日 你是不是 应该将你的历险故事 说给我听 哈哈哈哈 看着铁棒拉玛满面皱纹 但是已经露出 因为笑容的笑面 我感觉到 她的眼神里面 真的吻含着 心不可差的智慧 于是 我将事情的经过 约略讲了一次 又将我们身上的鬼眼怪病 终于用凤凰宝珠解除 只不可惜的是 凤凰宝珠从此留在 那个魔国的祭坛里面 没有带出来 这些经过 全部都说给铁棒拉玛听 铁棒拉玛一边听 一边就好欣慰地闹头 其实 在以前 格杀以往的长片诗篇里面 也都有提到个凤凰宝珠 只不过 这个宝珠的功用 一直都不是多理解 我们当时正是知道 魔国正是利用凤凰宝珠的轮回之力 使得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庄大 后来莲花生大师 连同的手下的高手 耶谭魔公 还要将凤凰宝珠偷到手 魔国才由胜而须 陷入覆面 只不过 由此 凤凰宝珠也流入了中原地区 历代帝王 都以为凤凰宝珠 那是一件可以象征长生轮回的宝物 但是 怎样才可以破解到凤凰宝珠的秘密 获得长生之效 又或者轮回之力呢 历代先言 虽然都有了多少头水 但是始终都未得要领 他们就将一代一代的研究心得 用密码写了在那些所谓天树之中 哈哈哈哈 想不到终于在今日 到了你们手上 巧妙地又加上运气 用到凤凰宝珠 不单止解除了自己的主咒 还刺断了魔国和魔境之间的联系 使得我们这片藏地 可以真正获得安宁 你们做的 真是莫大的功德 哈哈哈哈 好 好啊 八一 既然 既然 你为我们藏人 做了一件这么大的好事 那老难 都要帮你达成一个心软 或者解决你一个疑难 你有什么需要 说出来 有什么需要 我 我 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明白了 劳肤明白的 情之一致 最为犯人 哈哈哈哈 這樣吧,白人,你看著老夫眉上眼睛,好好地睡一覺吧 你睡吧 鬼吹燈之崑律神功,本集已經播放月筆,故事首集整理改編,林敬,音效製作,郭建文,杜靜希 鳳凰寶珠的解密之流,藏地魔國的終極傳奇,鬼吹燈第四步 噴燈實功,正在開門 蒙蒙濃濃之間,我忽然間,聽了一陣很清晰的作長聲 什麼人,是誰,究竟你怎麼賢 我睜大眼仔細看下,又是民宿,還有肥仔選 他兩個人蹲在牆角,正在用弓兵鎮,和一個鐵草,在叮叮噹噹噹,好小心翼翼地做什麼 你兩個人,半夜三更,搞在一起,搞什麼 肥仔選什麼時候又和民宿走一路呢 喂,你兩個人做什麼 這個是��的一個人做什麼,ius現asten 士、 lecture,你和我們拋戴 faisait燃爽 forming 民宿這樣的地圖表示,原來,就在這神寵裡有一個秘道 只要作通它 我们就可以进入 以前精绝古国的无体鬼洞 那里原来是可以连统下去 很多个地方的 以后就算去美国 你也可以经过这个地洞 一绝就绝到那头的了 其中有一条秘道 就是连去哈密国的古墓里头 哎,肥仔船 你不要听个名宿乱说了 如果我们的地底 真是一个这么神秘的地洞 恐怕早就已经世界大乱了 哎呀,我又不骗得你多久 坐开之后,大家看一下 好老爹呀 你以为我真是骗你吗 这头通道,你跳下去 看一看,去吧 明叔,你肥仔 你,你,你,你 你来到什么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忽然近,会来到这些树 这些树 这些是什么 它不是在九龙山古墓里面 那个金国将军墓里面 我们曾经遇到的那只 草原大地泥 为什么 为什么这里就走呢 八日仔,不好意思 一下子摁你我太快了 就是明叔那只太艰狗 这只大地泥,我们又见面了 喂,一人一支三八大盖 搞定它 三八大盖,你,你在哪里拿的 嘿嘿,就在药菜那里 你不记得,在金国将军墓里面 我们挖到个日本仔药菜吗 你,你什么时候回去 哎呀,还说这么多干什么 大地泥杀过来,跌下它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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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好,走,走,快点,走 你,我,肥仔船,肥仔船 你走到哪里 这里,这里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这里,这里很黑 但是,有一条很长的梯 到底通到哪里 这条长梯通到哪里 恩公,恩公呀 你是谁 恩公,因为你 我们两个终于在一起了 本来还以为 你一世是没办法报答 恩公你的恩为 但是想不到上天碎年 给我们一个报恩的机会呀 你两个是什么人呀 你说什么呀,什么恩公呢 恩公不记得了吗 在圆魂梯里面 在那个唐代的古墓之中 你救了我 亦都使我和将军两个人 终于可以重生相聚 此因此得,难以为报呀 你,你是那个唐代的公主 你是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为他,为他殉情的将军 仁公,你走入圆魂梯 等我们为你指一条出海的路 圆魂梯,我,我怎么会忽然 又来到圆魂梯的 有光,那里有灯门 好,快点出来,快点出来 快点出来,仁公 快点出来,仁公 还还乘回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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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我,本来复活在继 你居然帮助神族 坏我大事,杀我星蛇 今天,你迷小子已走得出去 沒錯啦 你們,你們是 這麼快就不記得我們了嗎? 我就是精絕女王 怎麼樣?你終於見到我爐山真面目了嗎? 你…你… 你拿了我的頭,拿了我的鳳凰寶珠 令我不可以思戒性先 我和你世伯娘啦 你…你献猛 為什麼… 為什麼… 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我究竟… 我究竟是不是在做夢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專家對頭 現在全部都來了 你…你… 你看下那邊 … 金雲… 五八一… 你怎麼都走不掉啦 那邊… 那邊… 蛇… 很多… 很多毒蛇… 那些… 那些黑色的怪眼毒蛇… 現在… 現在的警衛香港… 又不進來 他們不是在地底沈村那裡 不想你幾濃癌… 小小小小的… 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 走… 快點走… 走… 走… 為什麼… 滿足得的 糟了,那些毒蛇越來越近 那些毒蛇,越來越近 怎麼辦?怎麼辦? 聶長,又得上我徒孫 五雷軍頂法 你…你是… 八爺,我是你師爺,陰陽眼孫先生 本來我已經律回作法 只不過眼見你有此一劫,得地現身救你性命 謝謝師爺 師爺,你留下那本授賜陰陽風水秘術 其實真是一本寶書來的 我知道,你用此寶書做了很多驚世蟹族之事 但是,是不是始終的心都覺得有一個壞 是嗎? 是啊,這本書真是神妙非常 可惜只得半本 如果…如果能夠找到另外一半本 那就…那又怎樣? 那就可以讓你去到更多的豆 挖更多的金 那你就覺得開心快樂 滿足嗎? 呃…我…我…你知不知道 怎才可以令你自己快樂? 你又知不知道,什麼事才可以令你真的覺得開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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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回到了白京城我們那間舊屋裡 我爬上了屋樑,摸到了當年在這本書 發現那本十六字陰陽風水秘術的地方 那本書,它已經還有擺改樹 上面的灰塵,像我好像我十幾年前 碰碰摸到這本書的時候,見到它一瞬無側像 究竟什麼回事?究竟什麼回事呢? 不來那麼多了,我先打一本書來看看 看看究竟有什麼答案 我將整本書,由頭到尾翻了一次 終於在最後一頁,書的封底,右下角的地方 有幾項很小很小的字,以前我只是覺得 這本已經是書的最後一頁,看到這書帶著 對下卷充滿了期待的想像,於是很遺憾地 合上了本書,一直都沒有留意到 原來在封底這書還有幾項小小的字 哎呀,難道這幾項字賣藏的就是這本書的下卷 它藏起來的地方? 啊,沒錯沒錯,一定是這樣,一定是找 它的十六字風水陰陽秘術下卷的 一條重要線索了,哎呀,為什麼我居然把這條重要線索忽略出這麼多年呢? 哎呀,我先看看,他究竟給了我什麼提示 八日怪選,當你看見這幾項字的時候,我希望你的人生還未充滿遺憾,不可以回頭的時刻 我想當年,我胡國華,得了師父真傳,靠著這本十六字陰陽風水秘術 是人,定過不少金,分過不少月,找了好多的風水寶地,形形逆逆,忙碌半生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自己都算是事故有成就,也值下了薄薄的家財 只但是,到我終於有一天,忽然間醒覺,我要為自己心愛的妻子,去找她的風水寶月的時候,我才忽然間明白 無論,我為她找好了多好的風水寶地,為她來生的輪迴,值下多少的福音 其實,都不及我生前陪多她一日,和她聊多一句話,吃多一頓飯,來得更令她開心 明理財,明理財富,忠誠虛幻,唯有真情,心待長存 這些話,你阿爺,雖然和人講過很多次,自己似乎也好像很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一路到了自己,心裏面真的覺得後悔,真的覺得有些事情失去了,就不會再得到 有些事情過去了,就不可以再回頭的時候,你才會真正體會到,你一句話的可貴 希望有一天,當你對人生感到迷惑的時候,當你在面臨決責,學得難於取捨的時候 你會看見阿爺留下的這幾句話 快算,好好地走你的路,好好地享受你的生命 在我們的生命裡,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賭賭,摸禁,得到天下的財富 你這些只不過是幻夢一場 當我們辛辛苦苦,形形役役地追求之後,忽然發現 原來最可貴的感情,已經在身邊流走,原來可以值得自己陪伴一輩的人,已經離開我們 早就不在我們身邊,那時候,我們就後悔一次了 阿爺就要跟我說這句話,阿爺,他要跟我說這番話,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阿爺,快點去找Shirley,找找Shirley,Shirley,Shirley 阿爺,怎麼樣?這一覺,你睡得舒服了吧? 鐵棒,Shirley,Shirley,你去哪兒了? 阿爺,他們見你睡得那麼冷,不忍心吵著你 所以,Shirley小姐已經帶了阿鄉,剩下各位明叔先生的同意 打算搭飛機先行去北京,然後就直飛美國了 什麼?他...他...他走了...他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他跟明叔說過,說希望阿鄉以後 有個好些的人生,在美國,有一種特殊的手術 可以使得阿鄉免受現在的折磨之苦 明叔也同意,從此之後,阿鄉由Shirley照顧 所以他們兩個人,這麼早就一早出發 現在,應該就來到機場了 什麼?真的來到機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追到他,我一定要追到他 哈哈哈哈 Shirley,Shirley,Shirley 先生,那時候這麼距離,你不可以進去的 小姐,我想問你,剛才起飛的班機,是飛去哪裡? 是飛去北京的 飛去北京?我想問一下,有位楊小姐呢,Shirley呢,她在機上面 先生,你要查詢的話,請你去櫃台吧 你未辦登機的手續,是不可以進來的,麻煩你出去吧 我...我要找人,我急著,我急著要找人 叔叔,叔叔,阿鄉,阿鄉,阿鄉,你...你怎麼在這裡的? Shirley姐姐這次說,要帶我到美國,幫我治好我的病 使我以後,都不會見到那些我不想見的東西 我原本,就想著跟她一起走的 但後來我又想,雖然,我看了很多 令我覺得不開心,和很害怕的東西 但我亦都可以幫到很多人 於是,我就跟她說,如果是上天,要我保留這個天父的 我亦都不想人為這樣除了她,所以我就留下了 她說,哦,哦,哦,原來是這樣 是啊,她還猜到,你一定會趕過來的 所以,她又叫我留下來等你咯 那...那她呢? 她...她說,她終於都知道了你的決定了 所以,她亦都不想再勉強你 所以,她回到北京之後,就會馬上回到美國 還說,希望以後,我們大家都不會再見面 什麼?我...我...我什麼時候做什麼決定 你真是蠢,你真是蠢,你真是蠢 你真是太蠢了 什麼?誰說蠢的? 這件事,是阿爺以前都有的摩金符 哦,這個呀,是我們摩金一派,至高無常的聖物 只有摩金教尉,才可以陪戴她的 摩金教尉?很威的嗎?帶了她,有什麼聰明? 戴著正宗的摩金符,才可以成為正式的摩金教尉 而每一個摩金教尉,在她們身上,肯定也有幾個 令人覺得非常之神意,而又莫策的探險故事 阿爺,你條頸那裡,都掛著梅摩金符 那就是說,你也有很多故事,不如說給我聽 阿爺,好好好,讓我蒸熟這龍肝蒸,跟著就慢慢跟你說 喂,肝蒸佬,蒸大粒一點,要不然,我的孫子不肯放過你 好了,夠大粒沒有?話說,是很多年以前,有一座龍流寶殿,她… 鬼吹燈之,君倫神功,大結局 今天到此,已經全部播放完畢 希望很快,我們又會和大家見面,去講述另一段曲折傳奇 鬼吹燈之,君倫神功,本集已經播放完畢 故事首集,整理,改篇,林敬,音效製作,郭建民,杜靜希 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